I need some West Coast vibes So we got inside We need to live for you 大家好 我是旅游特派员Rayko 今天要为大家来介绍 人间最后一块净土的阿拉斯加 在阿拉斯加的首都叫做安克拉治 这个地方为阿拉斯加的第一大城 也是这个城市的第一大交通枢纽城市 拥有非常多的文化和历史 很多景点都是游客的必选之地 在这里带您前往参观世界上最大的水上飞机场 厚德湖水上机场游览 位于这个厚德湖的安克拉治水上飞机场 常年对外公开使用 平均每天可以起落水上飞机190架次 随后前往位于库克湾旁边的地震公园 在1964年3月27日星期五 也就是耶稣受难日的时候 发生了美国和北美历史上最大的地震 目前是人类有记录引来世界上第三大地震 震级约9.2集 这里是拍摄安克拉治市区全貌的摄影景观 随后前往库克船长纪念碑游览 这个地方为多层木质观景台 观景台的中央是库克船长的雕像 这个观景台可以俯瞰库克湾和阿拉斯加火车站 向西可以远眺被当地人而因为山形而称为顺美人的山 你们知道冰河是如何形成的吗 冰河的形成是由于山顶山上面中年积雪的冰山 不断的冰雪在山上堆积 因为受山谷地区的影响 冰河像河流一样慢慢地匍匐弯曲前进 在阿拉斯加可以看到流向河道的出口冰河 冰川海洋生物游船介绍全程总共五个小时 您有机会保揽威廉王子峡湾撞过的雪山和冰川 冰川的正面屏直如霄 顶部有着无数的裂痕 经过阳光的折射 泛出蓝蓝的深沉光芒 当您听到冰川上不时传来低沉的隆隆声 意味着您将有机会亲历冰川崩塌的震撼瞬间 您还可以近距离地观赏浮冰和冰河出海的奇景 今日搭车前往安克拉志火车站 乘坐玻璃观景火车 开启北美最高峰丹纳丽山一日游 火车将抵达丹纳丽山脚下的小镇陶基纳 在小镇里面 导游将带您前往丹纳丽山国家公园陶基纳的管理处 收集当日珍贵盗皇图装 我们在丹纳丽山搭乘丹纳丽之星荒野特快火车 可以感受到最豪华的金星车厢 舒适的座椅 宽大180度玻璃远景的车窗 堪称移动观景平台 让游客可以尽情拍摄沿途的美景 纵穿阿拉斯加大陆的同时 你可以亲身感受到 实践于100年前 克朗黛克掏金时代的阿拉斯加观景铁路 沿途你也可以心想到 北美最高峰丹纳丽山带给你的一路惊喜 推出终的每个字幕 节目呢 请订阅我们的Facebook YouTube 到微博上面都找到我们 谢谢大家